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街上看到雀仔BB,可以怎樣幫助他? 馬上送到市政狗房? 不過,原來很多時候我們太緊張 他可能只是剛剛來吵架幽鳥,等親鳥回來餵牠們 所以,遇到疑似受傷的雀鳥 可以保持距離觀察一下,辨別牠們的健康狀況 而辨別牠們的健康狀況,我們有四個方面 第一,就是看牠們有沒有明顯的外傷 有沒有受傷,有沒有血跡,有沒有生蟲,甚至追蟲的情況出現 第二,就是看精神狀態 因為一般雀鳥的警覺性會比較高 如果牠的精神沉屈,或者可能沒有了意識 這些都是異常的情況 而第三,就是看肢體的情況 就是看牠會不會身體歪一邊,或者不對稱的情況 而第四個情況,就是看牠有沒有羽毛方面 看看是不是順滑,齊整,乾爽的 如果牠的健康狀況是良好的,幼鳥或者初鳥 我們可以看看周圍環境的情況,看看牠會不會有危險 例如牠是在馬路,或者有流浪犬貓經過的地方 我們就要立即搬離牠們 可以拿牠較高的地方,或者看看周圍有沒有樹 如果可以的話,就把牠放在鳥巢上 讓牠們的父母來找回牠們 鳥鳥父母不會因為我們觸碰那些幼鳥就會遺棄牠們 但反而我們要注意一件事,我們要保持距離 不要太近去等,這麼近距離的時候 牠們就會害怕我們人類,而不會去接觸他們的幼鳥 總體來說,如果是明顯一些受傷的鳥鳥 或者身體狀況不太良好的鳥鳥 可能超過30分鐘以上都沒有鳥鳥去接牠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聯絡市政署 資電求助的時候,可以說下詳細架地點位置 形容鳥鳥的狀況和種類,市政署就會派員到場處理 我們前線同事在接收到有關鳥鳥的個案的時候 我們會首先做好個人衛生房 帶齊裝備,包括手套、紙箱、毛巾 去到市民提供的地點之後 我們會因應不同的狀況,採取針對性的處理方法 對於學非時期的鳥鳥 我們會首先觀察一下周圍會不會有流浪動物出沒 天氣會不會不穩定 情況許可的話,我們盡量不想讓這些幼鳥 離開他們的父母 因為我們試過執行工作的時候 見過有成鳥在上空盤船 他不斷呼叫地尋找幼鳥 所以這個處理個案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會涉及到教育的部分 我們會跟市民講解親鳥餵養的重要性 還有有時我們不帶走這些幼鳥的原因 而另外一些受傷的個案 獸醫會為這些受傷的雀鳥去進行檢查 救治和護理 我們會盡力去照顧和去醫治他們 但如果多數有些鳥鳥 可能真的受傷的情況比較嚴重 例如他們的翅膀會受傷 腳也會有骨折的情況 這些情況我們會考慮 會進行人道方式去處理 避免他們承受長時間的痛苦 成功救治到那些鳥鳥 我們都會選擇盡快去放飛 因為鳥鳥應該要盡快適應他們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放飛的時候我們都會特別挑選一些比較少建築物 以及適合有關律眾生存的地方 例如大潭山濕地等 在成功放飛的一刻 對我們來說都很大的鼓勵 以及很有成功感 但事實上 接收回來的野鳥 時不時會有無精神的狀況 他們會怕人怕生 會有應激反應 從而不肯進食 所以我們即使用心照顧 人類都只可以作為暫時的代理父母 我們希望可以教育公眾 如何去認識、觀察 在適當時才伸出援手 避免有健康的鳥鳥 被誤送來市政署 影響他們的生存機率 如果真是不幸發現鳥鳥的屍體 避免用手接觸他們 應該立即致電市政署 24小時動物屍體處理熱線 28870120 鳥鳥在城市當中難找到棲息地 又被環境噪音影響 生活一點都不容易 而高樓大廈當中 越來越多架玻璃外牆 對鳥鳥來說更隱形殺手 槍殺案 非戰死亡的第一名 就是在城市中 很多高樓大廈有落地玻璃 很多時鳥鳥高速飛行時 撞到玻璃 撞到腦震盪 頭部受傷 沒有意識 甚至掉落地 這時就會受傷 骨折 造成二次傷害 我們可以幫他們 很簡單 就是在窗上 加上貼紙 加上裝飾 減低玻璃的 穿透性 反射性 其實就是對著鳥的幫助 鳥鳥作為我們的鄰居 跟我們一起在這裏生活 觀察多一會兒 可以令他們安心成長 一個電話可以減輕他們的痛苦 點點貼紙 可能是他們的生機 我們又是否願意為這些 有小的鄰居做多一點呢?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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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了 他們是燃光的 是燃光的 但是呢? 會長的